好,請進大使 來,請進大使 六位,你好 大使,你好 大使,我要先提醒你 這是國會殿堂 站在這裡,每一個委員問的問題 都叫做重要問題 雖然 今天,請你回來 報告的主題是 台美關係 但是,依照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我們只要在這裡 問的問題,都叫做 重要問題,並沒有 局限於,只有 今天的專題,我們是可以 問的,也請你 應該要 依照你的,這個職權 只要是立法委員 質詢的問題,你都應該要 誠實的 而且 據實以外 要盡其所能的回答 我再一次的提醒你 我們光從今天的 camera,就知道你有多重要 很多媒體覺得你是一人之上 大家都這樣公認,好不是我說的 我們民進黨呢,也有一個 就不敢 要放棄了 委員要我回答嗎? 是,請回答 針對委員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 講到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個 這個詮釋對不對 根據第24條 提出 提出,以說明其所 質詢之阻止為限 質詢委員 違反前項規定者 主席得以自知 是不是24條的意思是跟我剛才講的 一致呢? 大使 我當立法委員已經第五屆 所有的委員會都一樣 我站在這裡的質詢 也一向都非常的嚴肅 我的問題從來沒有人質疑過 我的問題不是重要的 或者是偏離主題 我剛也說了 你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所以我就更重要的內政問題來請教一下 這是政黨政治 政黨裡面最重要的 最夯的、最紅的人 國民黨就是金大使 在我們民進黨 我們認為是賴清德市長 貴黨在台南市的市長提名 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是誰 我們覺得啦 你是一個可敬的對手 所以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將代表國民黨 來PK我們的賴清德市長 我的時間很寶貴 請你回答 我再一次的說明 我用超過24小時的時間回到來 是要專案報告台美關係的發展 以及未來的展望 不是會過談選舉 那我可以問你有沒有意願嗎 我不是回來談選舉 好 這個不是選舉 這個是關於兩黨真正 我們就針對今天的主題 我想要請問大使 東海 AIT在台的處長 也公開發表聲明 對於我國政府對於ADIZ的反應 是表示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想委員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跟您談一談ADIZ的這個 中共這個所提出以後 對於這個區域所造成的影響 以及它一些背景資訊 大使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 美國戰略國際研究中心 在國會山莊的記者會完了以後 他還是對台灣有意見 他還是覺得台灣的表現太軟弱了 我想這個訊息好像不正確 因為我所接觸到 他們在 您剛才講的是這個 Size的這個智庫的學者的話 他們從我接觸到的所有學者 都是持肯定的態度 我不知道您得到的訊息來自哪裡 我是面對面的跟他們接觸 我們得到都是正面肯定的反應 這個是Green研討會後 公開跟記者講的 你沒有看到這一段嗎 我有看到Green講得非常清楚 Green對於日本的反應 他也公開地表示 不以為然的態度 這個是大家當時在華 我是說對台灣的 對台灣 他還是認為台灣太軟弱了 他還是認為我們跟日本 跟韓國的協調性不足 他還是認為我們在亞太呢 是太奇妙了 我沒有聽到他有這樣的聲音 我不知道您的消息來 如果有的話請您提供給我 我回到華府 我可以親自跟他拜訪 得到第一手他正面的回應 我再跟委員報告 大使 那麼你滿意我們在 東海航空識別區上面 事情發生以後的反應嗎 我剛才講過 我們政府在第一時間 在11月23號 就提出了四點的聲明 那四點聲明 只有給台灣自己人看 我剛才也告訴過 跟國際什麼人知道我們的四點聲明 剛才提出了 國際社會什麼人知道我們的四點聲明 大使 我剛才提過了 美國對馬政府的四點聲明 表達肯定之一 公開的表達 所以是美國透過翻譯以後 了解了我們的四點聲明 我們看不到任何英文版的四點聲明 大使 我們曉得國內有沒有 應該是有英文版 以我們外交部的作業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英文版的四點聲明 美國如果表示肯定的話 那表示他們的翻譯工作還不錯 我們外交部的同仁剛才跟委員報告都有 外交部有 是在我們強烈要求之後 我不知道美國什麼時候看到的 好 來 那剛才業務委員問了南海的 我就不說了 我再問一個 你的報告裡面講 總統首度過渡紐約 好 過渡紐約 過渡紐約 這是你寫的 對不起我照念 首度過渡紐約 對不起 好來 過渡紐約你很滿意 那現在總統又要出訪西非了 聽說要經過洛杉磯對不對 這個外交部在規劃之中 因為還沒有公開的宣佈 我也不適合以駐美代表處的身份 做任何的說明 因為這是我們是在第一線的執行單位 還是以外交部的整體的規劃為主 這一次過進洛杉磯 你知不知道 還是你因為幾米不能夠說 我說完全是 好像這個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說明 所以 還沒有 都已經 這麼近了 農曆 農曆 年前要回來 要回來還陪馬媽媽半年貨 怎麼會還不知道呢 來 外交部也可以 我們金大使不知道 總統要去美國 怎麼可以金大使 知道什麼或者是知道 你知道 我只說 我說過我沒有說知道或不知道 我說基於我的職責 以及我目前的身份 這是外交部在規劃 我不適合做任何的公開的說明 我沒有說你的規劃 我只有就美國的部分 是不是他獲進洛杉磯 安排的怎麼樣 有沒有高規格的領域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根據外交部的規定 一定是要外交部公開之後 我們才可以對外做說明 就是駐美代表處 以往是如此 來 現在也是如此 外交部 市長好了 市長 市長 這次的出訪 經過洛杉磯 安排的怎麼樣 有沒有高規格的領域 報告委員 有關總統出訪的事情 我們都是在 最後由總統府做最後的評估 我們會適時的 對外做出說明 事實現在還不是是不是 今天的國防外交委員 還不是事實 我們現在還沒有授權 對外做出全盤的一個說明 所以還在評估的過程中 還在評估 已經都要出門了 還在評估 這樣子怎麼可能做得好 怎麼可能有什麼高規格的領域 是這樣嗎 我想總統有關出訪的事情 我想我們受訪的國家都一定在尊嚴 這個 這個 安全 舒適的原則上來辦 我問的是有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高規格領域 我想這些都是在我們這個 評估之中 尤其總統上次過境 美東的時候 我想國人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公開的行程 有很多過去做不到的行程 甚至在我們到紐約的中華公所 這個是總統第一次到美東 我不是在說紐約 我說這一次要出國的洛生基 我想總統出訪的所有行程 我們在同一個原則上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 我們的外交工作 在這一次出訪裡面 是可以看到 可以更進一步更上一層樓的 是這樣嗎 我們當然希望以這個原則來拜 我不是希望喔 我是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 不是只有希望 這個評估以後 我們一定會跟國人報告 什麼時候報告 我們適當的時機會跟國人報告 我覺得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大概也沒有 不太 不太被你們重視啊 這個場所還不是重要的場所 還不能回答重要的問題 還不是適當可以報告的地方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把立法院放在 什麼樣的地位 我很不以為然 我覺得這個是藐視國會 如果你到今天還沒有準備好 那真的也是很不應該 如果你不願意在這裡說明報告 那你也算是藐視國會 我認為你們這個部分應該要檢討一下